協调说我们来增加今天的这一个寻达 然后就不必让我们今天赵委所提的修正动议 以及赵委员的版本变成重新要从程序委员会 从一读进来 那感谢赵委的支持 那部长也从善如流 所以我们有今天的寻达 但是我同意多位委员在今天寻达中不断地提醒大家 这是一件需要对历史负责的事情 我们希望说能够顺利地让我们委员会 把所有的版本都纳入讨论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们还是要尽一切的可能 在二到六岁之外 零到十二岁有没有完整予以做善良的管理规划的这个法案的审议 其实才是我们仍然不应放弃的部分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修法的竹条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还保留最后一个大家共同商议的机会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无疑的我们以零到 以二到六岁作为一个重点来审议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们确实会出现说我们把零到二岁以及把客户照顾这两块也是 有关儿童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国家应该要立法于照顾的权益保障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从法律保留的位阶一下子把它降到了 很可能是行政命令规章 它所处理规范的一个范围 那应该要用法律定制于保障跟管理的部分 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法案以二到六岁审议三读通过之后 确实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说部长刚刚在搭询的时候 一直讲说我们会有很多的行政命令 或者是相关的执法去处理对不对 我们会严重的 比如说客户照顾的这一块是你们管的吗 那你到底我在这里先请问部长好了 客户照顾的这一块 如果今天赵委员版或者是政委员版 这个修正案如果以这个为主体 如果说二到六岁今天通过了 好客户照顾部长 你到底是要用执法予以规范 还是你会另外再送一个法案进来 应该在执法里面 儿少法里面他已经母法也有授权了 那个都是粗略的授权 都是粗略的授权 而且你知道儿少法是授权给谁吗 本部教育部 不会吧 儿少法的主管机关不是内政部 儿少法当然是内政部 客户照顾是教育部 是不是 客户照顾是教育部 你由内政部所主管的儿少法 就这样一句话授权给你们订定执法 你将来会遇到中央法规标准法通通不过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涉及人民权利义务的这是法律保留 第一个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登记许可管理规范 以及我从业人员是不是要实施证照制度相关的应考试服 这个取得资格的这些部分是不是人民权利义务的部分 是人民权利义务的部分 什么样的考试才能够取得 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由执法来决定 我们认为是有所不足的 所以其实本席之前跟部长沟通过 我其实是要求客服的部分 部长你还是要 我们支持你这种阶段性立法 切开为执法 可是你还是要承诺说我客服的部分还是要立法 这个部分为什么部长你就已经放弃了呢 之前在我们的沟通当中 部长还认为说应该要修法 还是愿意送修法进来 可是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客服照顾的这一块 你现在已经这么具体的 就说不要用法律送进来 本席是十分疑虑的哦 当然0到2岁属于内政部 那个部分我们往内政部去追 那个客户照顾这一块是部长你管的哦 是在教育部主管的哦 你到底要不要 客户照顾部分我们也会比较具体的一个规范啦 这个条文给内政部 内政部他去做修正 你要用什么规范啦 部长本席就是希望也是在法律的位阶 本席也希望是法律的位阶 你做不到了是不是 你不会用法律的位阶送进来吗 客户照顾的部分 你不要这样子来 这个是政策决定啦 我请 这个是你的政治决定 请我们法规会 法规会我们专门来帮我说明一下 法规是否可以 你用执法将来跟人民之间有权力义务的行政诉讼的时候 他引用法律保留来跟你抗衡的时候 你会有层出层出不穷的争议 实际上跟委员报告 因为法官解释是有层级化的法律保留 那如果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 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那目前我们会跟儿童局这边会进行儿童法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条文的一个整理 那如果比较重要的事项 可是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是采用赵委员的办法要授权去 今天我们如果是采用赵委员的办法的时候 那个就地合法的部分是最长可以长达十年 这十年之中你要怎么照顾 譬如说好本席举一条就好了 我举36条的第六项 我们以政委员的第36条的第六项来看 36条的第六项呢 他规定幼儿园里面如果说我的人数是在61个人到300人 这个我本席当然有意见了 然后扩大到300人 61人到300人 他有关护理人员的设置呢 是准许他用特约兼任或专任之中三选一 然后300人以上呢 才要求说你一定要有专任的护理人员 部长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如果这个法一通过的时候 幼儿园可以兼办客服 也可以兼办托婴 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最长不超过十年嘛 我兼办客服兼办托婴的时候 再加上我幼儿园原有的人数加起来 很可能总人数加起来 一个机构里面总人数加起来会到四五百人哦 但是这四五百人的一个 一个幼儿园兼具这个托儿所在兼具 客户照顾的这个这个类似补教 客户照顾机构 这个大机构呢 我里面如果我在幼儿园的部分 我只要299人 那我高达500人的机构 我就可以不必专任的护理人员 部长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的管理的制度都是在管理幼儿园而已 可是我扩大他兼办 那兼办的业务呢 没有相关的法令去给他约束规范 你只用行政命令去规范的时候 他兼办的业务依法是授权他兼办 可是他兼办的业务呢 就扩大出来的人数完全就超约幼儿园的规范 这个扩大兼办只有小学兼办幼儿园啦 幼儿园没有说幼儿园在兼办 不同的版本啊 你现在不知道哪一个版本会过哦 你现在不知道哪一个版本会过哦 所以这些兼办的问题 然后以及说客服你没有用法律保留 以及0到2岁那当然就不是你管 没有用法律保留下去规范的问题 这个都是我们很难交代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竹条审议的时候 可能会变成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的地方 那么另外就是说当然我们跟民间的学术团体接触的时候 学术团体他非常重视的当然就是民主参与的部分 民主审议的部分 那在民主审议的部分 部长你预期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们纳入民主审议的一个这样的基本的精神 他的层次是分很多个层次啦 你如果说他的审议是一个专业咨询层次的审议 那你当然没有问题嘛 你是可以的嘛 但是目前民间他们其实比较抑郁的比较支持的是 事实上他是一个决策机构经由民主审议的过程来来做成 也就是他用审议会的方式 审议委员会的方式组成教保服务审议会的形式来决定教保的政策 跟教保的监督的最高决策体 他是用民主审议的方式来做最高的决策体 这个部分部长你有没有了解他们的想法 你除了业者的想法以外 知识界的想法有关于这个部分 部长你看过了吗 基本上租训没问题啦 那审议的话应该是教育部的权责了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在决策体的部分去纳入民主审议的这一个决策体系 我们会租训他们的意见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我们修法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争议的争议点 那民党是认为说这个部分的业务其实纳入相当程度决策的民主审议是可行的 所以这个部分跟兼办业务的部分 我想我们如果真的是进入主条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比较争议的焦点 那么目前其实整个国内有关于 这整个从零到十二岁的儿兆儿少 权益保障的这个体系 现况其实是很不好的 部长您知不知道我的手边有一个内政部 他就各直辖市县市政府 99年度办理公私立托育机构评件结果调查表 他说包括托儿所包括托婴包括客户照顾等等所有的机构各县市99年度有进行评件的机构总共有几个部长 你知不知道 他们有去进行评件 在评件之后呢 有的是优良 有的是假等 然后呢 总共有93所 也就是高达20%是评件欠佳 应列入辅导 总共评件一整年哦 总共才评件了多少家 部长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是三年评件一次的 对 你知道吗 三年评件一次只评件了几家 这更严重啊 三年才评件一次 全国总共从零到十二岁所有公私立的照顾机构 只评件了481家 这481家占总数的多少百分比 部长 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九八 全国总共有4818家 从零到十二岁的公私立照顾机构 总共只有481家经过评件 你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如何不被关注的体系 而且是不被了解的现状 部长 你们是在这种完全不了解现状的情况之下来修法 所以这一步法律将来修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善尽管理 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希望说部长能够本于这一种非常戒慎恐惧的心情 我们来展开压力很大 但是还是要做 还是要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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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